起码能够让你年轻个一到两岁 可以说是一盘在手 天下我有 哈喽大家好 我是KID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一期从生活用品到护肤到彩妆 通通都有的爱用物视频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迅速的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来我们先来讲两个 俘获了我全家的产品 就是应该是我的全家爱用物推荐 首先呢是这个云宝的腰部按摩仪 就你不要看它长得像一个牛油果一样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腰部按摩仪 我和Jeky都是非常钟爱按摩的人 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买过几款腰部的按摩仪 但是云宝的这个腰部按摩仪 绝对是我买过的所有按摩仪当中 最符合人体工学的一款 我和Jeky在美国买的那些腰部按摩仪呢 它的机体结构就是这个位置 全部都是硬的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 能够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同时你靠上去还不会觉得个的 你躺在那种设计的 没有那么完美的那种腰部按摩仪上 你就总觉得自己姿势不对 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完全得到放松 而云宝的这个腰部按摩仪呢 它的机体是记忆棉材质 就是很柔软 你看就是软的 但是呢它又非常的有支撑力 无论你把它放在沙发上 还是椅子上 还是床上 都可以很好的承托起你的身体 让你整个腰部就是得到完全的放松 它的按摩手法是仿人手的双向按摩 而且呢自带加热功能 它揉捏的力度呢也是精准有力 就是力度刚刚好很适中 不轻 但它也不过分 所以每次按摩完之后啊 就真的你会觉得你得到了深层次的放松 它的功能也很强 就是你们不要看它好像只能按摩腰部 但是它的设计呢 可以通过不同的摆放位置 不同的姿势 不仅可以按摩到你的腰部 还可以帮助你放松肩颈腹部腿部的肌肉 我相信视频前的你们啊 很多都是长期服按工作或者学习的人 那咱们这一类人呢 除了腰痛的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容易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肩颈的压力过大 我记得我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因为长时间的玩手机 然后压迫了颈椎 导致呼吸不畅 然后头晕恶心 就当时特别特别严重 就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办法就是长时间的面对电脑 或者长时间的玩手机 或者是长时间的低头服按工作学习 那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的办法 肯定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压迫颈椎 但是各位打工人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肯定会有不得不长时间 面对电脑 面对手机 然后低头服按工作的情况 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用 也是云宝 他们家的这个颈部充气按摩仪 真的可以帮你的肩颈 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和放松 它和刚刚那个牛油果是一样的 也是仿真人的按摩手法 能够精准的把握痛点 而且力度适中 这个按摩仪有一点点像小时候 我看我们家老人用的那种颈椎的牵引器 它是可以通过按压这个地方 然后来达到手动去调节 它对你颈部的这个承托的力度 它是充电之后呢可以无限使用的 通过按键把它里面的气卸掉之后呢 它就基本上只剩下一小坨 无论是出差旅游还是上班都可以随身携带 它可以通过调节充气的强度 以及它这个绑带的松紧 放到你身上的不同部位去按摩 所以真的这两个按摩仪可以让你的生活幸福感直线飙升 好 接下来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安娜路易萨的两个首饰 这两个首饰它是成套的 哇 就这一次他们过期的首饰 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这个项链和戒指呢 它都是中间类似白被母打底 然后正中间镶嵌了一颗钻石这样的设计 当然这个价位啊 它不可能是真的钻石 但是呢并不影响它精致典雅的感觉 而且中间的这个钻就小小的一颗 但是又很闪 颜色也一点都不凸 我觉得无论是上班通勤 还是你平常日常穿搭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样一戴是不是 立刻精致度就上来了 然后他们还给我系了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就是比较酷酷的那种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聊 护肤类的产品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卡施的 黑钻香氛虎发精油 它绝对是受损发质的福音 这一瓶里面富含海源微生复活成分 以及多效修护微型胶囊 所以用完它之后 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又亮又滋润又顺滑 那长期使用下来呢 我会明显发现就是我头发的强韧程度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除了功效之外 卡施黑钻这一瓶 最最最最最让我满意的 就是它终于规避了欧美发油的一个大铜饼 就是贼拉香的那种香气 这瓶护发精油呢 用的是很高级的调香 代替了那种甜到发腻的香味 它的前调呢是清明 淤金香 小豆蔻 中调是玫瑰 木兰 牡丹 后调是青木 雪松和射香 就是整体都是那种很有质感 很浪漫的味道 而且呢 因为它的持香时间比较长 就是在你头发上停留的时间也很长 所以呢 基本上你的前调 中调 后调都是可以闻到的 Element Superfood Facial Oil 多效 换量 面部 精华油 富含西兰花籽油 亚麻籽油 日本白萝卜 黄瓜 精油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植物精脆 成分非常的天然 而且呢可以起到深度滋养皮肤的效果 当然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成分啊 就是让它闻起来特别像是我们炒菜用的食用油 面油这个东西啊 就大家也知道夏天嘛 就尤其是我现在待在西安 就是那种又闷又热 所以其实平常夏天的时候我用面油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呢因为最近就是我老在外面跑 所以经常就是不得不被曝晒 然后导致呢我的皮肤就是有一阵子泛红 敏感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呢我就每天晚上用它大概半个吸管这样子的量 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皮肤就逐渐变得健康稳定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得比前一天晚上要健康要稳定的多 然后长期使用下来呢 就算我白天再经历暴晒之类的 你也会觉得皮肤的稳定性比前一段时间要好很多 被扫通款 质子花身体护理精油 就很神奇啊 明显夏天是一个不应该用油的时候 但是Elements他们家的油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瓶身体油呢 它是源自大西地的古法精油 它特别特别特别火的一点呢 就是因为它对去妊娠纹和我们就是减肥下来之后 瘦下来之后 会有的那种橘皮纹 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我个人使用下来呢 更多的感受是它保持肌肤弹性 解决皮肤干燥粗糙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它的基底是椰子油 再搭配上质子花和鸡蛋花 是那种非常高级的 你去做SPA的那种香气 但是呢你要注意啊 正是因为它是那种椰子油的质地 所以其实它蛮浓稠的 我觉得夏天的话你就全身涂抹 整个人会变得很奇怪 所以呢我一般是把它重点涂在就是手肘啊 然后膝盖那种关节处 然后还有就是我小腿特别容易干燥起皮 然后我就把它涂在这些位置上 稍微稍微的给它就是热敷 然后按摩一下 它就会很快吸收到你的皮肤里 然后你这一块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嫩很弹 而且还会有淡淡的香气 所以呢它在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就结块 当然这也就是侧面反应了 它真的是椰子油这个非常好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们冬天使用 然后发现它结块了的话 就稍微接一点点温水 然后把它泡进去 大概过个几分钟 它就会有液体出来了 接下来Mac的高光阴影一体盘 就这个盘好像也许大概在欧美上了不多 我没有在Mac的官网上找到这个盘 或者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就如果你们有链接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就这个盘它真的太好了 这一盘我愿意称其为 Mac两大顶流的强强联手 一边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Omega 一边是高级灵动的生姜高光 可以说是一盘在手 天下我有 首先呢咱们就是说 Omega的这个颜色 就一直是被誉为亚洲人的修容标杆 不泛红不泛橘颜色极正 粉质呢也是特别的细腻 而且完全不显脏 用它来画卧蚕画笔影修容 都极其的自然 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不会有人觉得它难用 旁边这一块生姜高光的妆效呢 就是属于那种水光感的 又很通透 很自然的香槟金色 它和皮肤融合的非常好 上脸之后基本上就是那种 妈生好皮的即适感 这一块粉质的细腻感 上脸之后的光泽度 就尤其是在那种日常的日光下 效果真的直线拉满 哪怕是拿它画一个淡淡的日常妆 也会有那种散发出来的浓浓的高级感 就这一盘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你不去买它 还是卖他们家的一个腮红 叫色号式Worm Soul 带着金色光泽感的性粉色腮红 颜色其实比较偏淡 我觉得新手非常的友好 这一块呢算是我觉得 麦克当中最日杂风的一个腮红 上脸之后呢 就是你会觉得你是那种暖洋洋 然后很有朝气很有元气 很健康的日杂风模特的感觉 另外它里面呢 是带一点金色的光泽感的 所以你把它扫在面中之后呢 也会让你的苹果肌膨起来 麦克他们家腮红的这个粉质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很细腻 一如既往的好上色 我看小红书上说 这一块不是很适合黄皮 但是呢 我作为一个标标准准的黄皮 我觉得它用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说它不适合什么皮 应该是不适合黄黑皮 It Cosmetics定妆蜜粉粉饼 这块粉饼就是柔光的效果 直接拉满 它的粉质可以和Make Up For Ever的 那个很出名的定妆散粉的 粉饼的那一款媲美 非常的细腻顺滑 然后它的颜色是趋近于透明色 就基本上上脸看不到任何颜色 最重要的是 它上脸之后 控油柔胶隐形毛孔的效果 真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就是皮肤上瑕疵不多 不需要太多 遮瑕的人 平常出门前如果你不想化妆 就在脸上用它轻轻的盖上一层 就是会给人一种你明明没有化妆 但是皮肤怎么会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呢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 就是无论你化妆不化妆 包里都可以放上它 然后让你的皮肤质地 直接上升一个level的神器 Jeffrey Star Cosmetics的一个遮瑕 这上面本来有一个小星星被我给抠掉了 它算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爱用物 就当时我买到它的时候呢 本来是想用它去遮眼下的那个黑眼圈 然后以及我这块不是有一个胎记吗 然后我想用它们来遮这些比较深色的瑕疵 结果没有想到我把它的色号买错了 买回来之后呢 比我的粉底液还要再摆两个色号 但也正因如此啊 我阴差阳错的发现了它的另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面部提亮的效果 我一般呢是会在上完粉底液之后 然后把它涂到额头和苹果肌 还有下巴上 拍开之后呢 就会让你的整个脸一下子变得饱满 年轻了很多 不得不说人上了年龄之后啊 就这几个部位的面部提亮 真的非常重要 就起码能够让你年轻个一到两岁 而且呢 它的质地比普通的遮瑕要滋润很多 所以上脸之后呢 不会和你的粉底液打架 也不会就是显得你的粉很厚重 但是啊 它的颜色存在感很强 所以呢 它提亮的效果非常明显 而且呢 它很持妆不氧化 就基本上呢 我持妆一整天 脸上就是提亮的这个部分的妆效 还是很饱满很完整 好的呢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产品了 就最近确实没有买特别多的东西 但是呢 所有提到的这些产品 都是我真的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的 Top 1的产品 那希望今天的视频 大家看的还满意 我是Kate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alongside下一个视频